特朗普与普京于当地时间7月16日在芬兰赫尔星级会晤,西梅皮平之声不绝,特朗普网位他人做嫁衣,西梅皮特朗普未能体现大国风范, 普特会只为普京锦上添花,英国独立报7月17日发表题文普京刚刚侮辱了特朗普,而特朗普侮辱了美国的文章称,普京于当地时间16日在芬兰赫尔星级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,这是美俄首脑的首次正式会晤,普京身货的可能比世界杯的冠军奖杯还要珍贵。 在两人面对新闻发布会时,普京站在身边,看着特朗普告诉世界,他一字一句信任普京,和对美国情报机构的信任度对等,芬兰赫尔星级的普特会,受益的只会是普京。 一周之前,特朗普赴欧洲,先是在比利时普鲁塞尔的北约峰会上去德蒙友,紧接着访英时贬唤了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托欧的立场,然后得到英国女王接见时,被评论家批高尔夫球场散步一样,走到了女王的前头。 这份不受运输的自由,远落了西匹王势利益的观众,现在面对美国各情报机构,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质问。 特朗普在普特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这样回答,普京总统站在我这边,他说俄罗斯没有干预美国总统大选。 我只能这么说,我不知道这种猜测,是否有任何的缘故,我真的很想查看服务器上的记录,但是我对普京的话与美国的情报调查机构同样信任。 2017年1月,美国中央情报局,CIA,联邦调查局,SBI,国家安全部以及美国国家情报总监,联合七草报告称,以获得高度的信心,俄罗斯干预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。 2018年7月,美国特别检查官邻了已收起起诉书,指控20位以上的俄罗斯人士参与了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干预,难以想象普京政府真的没有试图影响美国的大选结果。